我家小姐在京城是出了名的贤惠 为了笼络暴力花心的姑爷 接连给她纳了十三房梁家小妾 折腾死了十三个女子后 再无梁家敢把女儿嫁过来 终于小姐看向了我 全文时长22分钟已完结 正文开始了 点个一键三连八宝 连姨娘死后 再也没有梁家敢把女儿嫁过来 可姑爷正是龙惊虎猛的年纪 没有了谢日的妾室 便钻进正房一刻也不得闲 小姐素来客气手里 又不敢拒绝 连忙在婢女中选了我 原因无她 我常年在后厨帮工 皮士 兴许能用的时间久一点 小姐越看我越觉得满意 立即请来姑爷相看 姑爷踏进大门 才看我第一眼就皱起了眉 这不是你房里的小翠吗 一个奴婢 做妾也太抬举了她 姑爷生在梁国公府 取名金玉 千娇万宠地长大 因此性格暴力自虽 她自恃不过圣贤书 文人清高 娶了大理四成之女 颜止善 那的妾室也必须得是 清清白白的人家出身 颜止善管家 全顺着夫君 一心一意 要当个贤惠的妻子 因此温言劝解 小翠虽是个奴婢 但自幼养在院里 身子倒是干净 相公嫌她上步的台面 那便给她放了良吉 当个通房也使得 梁金玉这才缓了神色 在看向我时 眼神顿时露骨 在我的脸和胸上 盘缓竖回 终于点了头 那便尽早安排吧 小姐矜持 姑爷欲求不满 我也不满 跟她之前 我杀了十年猪 跟了她之后 就只能在后厨 砍瓜切菜 如今 她导给了姑爷 姑爷高兴 我也挺高兴 毕竟我手中的刀 早已即可难耐 我原名叫李三勇 取自勇冠三军 我爸的意思 是想让我从军 可惜我这人心术不正 好杀人 但法治社会让我老实 所以我杀了十年的猪 如今已是炉火纯青 我穿来这个世界三个月 有两个月的时间 都在茶府外 跟姑爷交好的闲杂人等 终于叫我摸清了 这帮人的住所 事业 我提着菜市场偷来的杀猪刀 悄悄进了街角的院落 夜黑 风高 迷药 麻袋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挥一挥衣袖 只扛走一个无耻大汉 到了无人计的荒山 将麻袋往地上一撂 我累得只喘气 真是比不得从前的身体 扛着年猪走山路 都能虎虎生风 重重摔在地上 麻袋里的人也醒了 开始疯狂挣扎起来 像如冻的蛆 我解开麻袋 刀锋亮的刺目 手腕硬身而断 血呼吱喷出来 我把刀上的血液甩掉 咪咪眼笑 我解开你嘴上的布条 回答我的问题 有一句废话 下一刀就是你的脖子 那人脸疼的都扭曲了 但听见我的话 还是盲目的点头 我挥刀切断布条 捶了一下他颈侧 让他把封闭声音的口球吐出来 那人蜷缩着大口喘气 见我又默默举起了刀 眼睛顿时瞪大 女侠饶命 那蓝阴阳死时 我不在场啊 我真的 呜 我松开捂他嘴的手 再次甩了下刀上的血 你不在场 你们成天撕混在一起 还能不知情 那人惨白着脸 瞳孔都微微缓散 是 是赵球 我点头 没说谎 何姨娘呢 等问到贵姨娘时 他身上已经开始发冷 在极致的死亡恐惧下 他无论如何不肯再说了 只哭着求饶 女侠 女侠饶命 我家里还有个80岁的老 我抬手 指住他话音 这段我没兴趣 他威仪愣神 刀锋已经穿过他的心脏 我有爸有妈 在法治社会下 我只是个老实的杀猪将 从没杀过人 但没杀过人 我还没杀过猪吗 沿着肌肉走向 骨骼缝隙 扑吃把刀插进去 割肉踢骨 分尸断肢 遇到不熟悉的结构 直接大力出奇迹 收拾好战场时 已经月上中天 我抹了把头上的汗 一路哼着小调 心满意足地翻墙回了国公府 小姐管家多年 非常能干 第二天就把我安排进了 连银阳生前住的小院 这个小院已经住过13个银阳了 死一个 换进来一个 我是第14个 我东西不多 把随身带的小包裹放桌上 顺势往床上一坐 床头掉下来一副铁制手铐 我凑近一看 上面血迹都没清理干净 这还真是令人 兴奋啊 今晚姑爷没来 因为一桩杀人案 传遍了京城 杀人案 常有 但这么残暴的分尸案 就少见了 因此传得好快 越传越邪乎 我闲逛时 听见奴婢们聚在一团 有人颤着声说 听说是被分成好多块 就撂在那荒山上 也不知道是什么深仇大恨 众人揭露出惧怕的神情来 微微缩缩挨在一处 却一个也不肯走 而且 而且 说话的人压低声音 接着道 每一块肉上 都盖着梅花的土案 有人捂着嘴呕出来 一时间听去呕声一片 我站在他们背后 悠悠出声 那你看到死者的脸了吗 众人被吓了一跳 我也装作害怕 千万别跟咱们有关系 那人犹豫了一下 听说 是叫周平的 啊 那不是老爷身边 众人晋升 好一会儿 才有人继续出声 咱们第一任姨娘 是不是没姨娘了 跟那梅花 有人反驳 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 我看了那人一眼 身子后缩 把自己藏在人堆里 低着头 开始散播谣言 暗示这种东西 三人成虎 不怕在这深宅大院里 起不来浪 毕竟随便几句话 都能被揣摩得越来越离谱 姑爷到底是怕了 跟小姐一起缩在正房 她不来找我 我正好出去偷人 还是老四样 夜黑 风高 迷药 麻袋 荒山上还有官兵把守 我把人扛到废弃的小巷里 换上前次杀人用的血衣围裙 再次提起屠刀 又得到了一些有用的消息呢 嘻嘻 京城又死了人 还是同样的手法 这回被害人身上 却盖满了兰花的土案 我一边听着厨房里的人 压低声音讨论 一边害怕的 将手里的萝卜 砍进锅里 人心惶惶 姑爷也惶惶 暂时是没心思搞黄色了 小姐也为此忧心 特地回了一趟娘家 求她爹彻查 案子查得热火朝天 而我依旧疯狂作案 因分尸手法利落 每个石块上面 接印着各类花朵的土案 被坊间传出了一个外号 花屠夫 别说还挺贴切 连杀了九个人后 我暂时收手了 因为夜晚的官兵 开始戒备森严 也因为好杀的那些人 已经全都杀光了 就这么消停了一阵子 官府突然宣布 抓住了这个 为非作歹的杀人犯 并且要在明日 立即当街斩首 我听到消息时 正在切菜 姑爷没有灵性我 所以我还能继续 健健康康地在厨房里帮工 小姐的娘家 办案效率挺快 就是没抓对人 大概是随便找了个T死鬼吧 毕竟我暂时折服 也有可能就此收删了 那怎么找呢 毕竟花屠夫犯的案 跟我一个毫无背景的 柔弱的可怜的小丫鬟 有什么关系呢 以这个时代的办案手段 确实很难查到我头上 因为办案是要靠逻辑的 而我这个人出现在这个世界 本身就是一件 没有逻辑的事情 我消停了一阵子 但姑爷却不消停了 这天把我从厨房叫过去 小姐也在 小姐总是在 无论是挑选侍妾 还是对侍妾做点什么 除了床上那点事 姑爷为表尊重 总是会问小姐的意见 而小姐自然一切以夫君为主 我站在堂下 听小姐说叫 你以后不必再去厨房了 好好伺候老爷便是 至于怎么伺候 会有人专门教你的 这段时日 大家都过得提心吊胆 如今终于放下心来 小姐板板正正 说了一堆规矩教养 我心不在焉的听着 听到少爷说起我的名字 小翠 这名字俗了 我抬了抬眼皮 开始strong了是吧 如花美眷 自然要以梅兰合局 她说着 突然顿住 梅兰合局 讨阴茶柜 是她曾以花名 给侍妾们起名的顺序 她为此时常洋洋得意 觉得自己挺文雅 但如今却成了那些 跟她分享 嗜切之人的死亡顺序 我看着她 脸色变了变 突然改了口 算了 就叫小翠吧 她说完 脸色不渝的起身离开 小姐也跟着站起来 忧心的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我突然心中一动 上前一步 扶住小姐 扶她坐下后 我低声说 小姐 我跟在您身边 已经五年了 小姐侧目打亮着我 是了 你十二岁就在我房里 如今也有十六了 我穿来这具身体 天然变有了她的记忆 在这个小姑娘的眼中 小姐是和善的 从不打骂下人 所以她内心里 其实很亲近小姐 而这五年相处 怎么也该有点感情了吧 怎么这么轻易 就能将身边人推进火坑 连我这种杀人犯也不理解 我低眉顺目 身体微微发抖 小姐 我害怕 我刚穿过来时 连姨娘还没死 但我也知道 她离死不远了 在这具身体的记忆里 这样的事情 发生过很多次了 但都没有亲眼看见 更直观血腥 连姨娘衣衫不整 闯到正房 我正端菜过去 看见她裸露的肩背上 纵横交错的伤疤 心就交叠 一朵朵小莲花 互相连接着 最终在她身上 开出盛放的血帘 一晃而过 她扑到小姐脚下 终于被人拦住 死死按在地上 那些伤口溃烂流血 混合着灰尘 把地上挣扎出 一道一道湿漉漉的泥泥 小姐连忙后退两步 哪怕子捂住了口鼻 闲雾的皱起眉 夫人 救我 救我 连姨娘哀嚎着 想往她脚边爬 声音尖利的 让我心里咯噔一声 我驻足看过去 她脸上也有伤 细小的伤疤 将她的面容 切割成许多份 一只眼睛已是黑洞 血顺着额头躺下 她披头散发 形同恶鬼 小姐不知是气的还是吓的 脸色铁青 只一味地念叨 成何体统 成何体统 连姨娘被人架走了 出了这等丑闻 很快连姨娘就死了 只卷了个破草席 不知最后扔去了哪里 这个世界上没有鬼 所以被残害的女子 不能回来报仇 但人的心中有鬼 于是求神拜佛 然后心安理得的作恶 强者为人 弱者才是鬼 被欺压的最底层 怎么算是人呢 因此女鬼盛行 姑爷有个特殊的癖好 这癖好不便在小姐身上施行 于是便有了侍妾 她在干难事时 喜欢去中 少则三五人 多则十数人 常常弄得像是凶杀现场 有时隔着两个院子 都能听到世界房里的嚎叫 但这声音很少 只有偶尔凑近时 才能听到被捂住嘴 却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嘶吼 晚上被折磨 白日里便尽是呜呜员的哭声 以娘们的经历 小姐自然是知道的 但她从来充耳不闻 也许是那个院子 离她太远了吧 于是我凑近了些 在她耳边低语 小姐 我害怕 怕那些惨死的冤魂 勾起我心中无尽的杀念 也许有一日我还能回家 天性一旦被完全释放 到时我很难面对我爸妈呀 我微微勾唇 静静地等待小姐的回复 你不要住那个院子了 搬到厅方阁去吧 我挑眉 屈高临下地看着她 心神不宁地搅着手帕 那地方太晦气 老爷千金之体 不能给那些阿杂东西污了 他又看向我 上下扫尸片刻 你在那院里住了这些十日 也不能轻忽了 你今日就搬到厅方阁 沐浴焚香三天 万不可将那些脏东西 带给老爷 真该死了 我咬了咬后槽牙 简直要都要被气笑了 至此我无意再多言 硬了声势 退下了 爸 妈 感谢你们的教育 让我知道法不可犯 要夹着尾巴做人 但这个地方是没有王法 也没有法律的 所以我不当人了 厅方隔离正房也挺远的 毕竟有外难出入 小姐自然是不肯靠近的 我搬过去 闭门把自己隔离起来 只是不能进厨房做饭 令人有点苦恼 这让我好不容易才买到的蒙汉药 没有用武之地了呀 我只能把计划改了又改 花屠夫已经正发 孤叶心思又活络起来 但我这三天要闭门沐浴焚香 所以他只能露夜与同好相会 欲行那不轨之事 我悄悄在后面跟着 只跟到一处偏僻的院落 那是陈少爷的外事所居之地 跟孤叶的银阳院是一个性质 陈少爷意识观患之后 不好接触到 因此我原先是打算 最后再找机会解决他的 可是 可是连老天奶都帮我呀 我笑着抬头 云层隐隐绰绰 一轮毛月亮挂在天上 毛月亮 饿鬼要来锁命了 外院丫鬟婆子不多 我谨慎的先一个个要倒 确定没有遗漏后 往陈少爷房里摸去 忽然一声嘶哑的爱好 我手上涂刀一紧 眼神锋利的顺着声音望过去 这是在给我指引方向啊 我脚步轻轻走到门前 掏出迷烟 顺着底下的门缝 缓缓将烟扇进去 约莫过了一刻钟 里面听不到动静了 我慢慢推门 门轴枝哑轻响 目光先是锁定人影 两个躺倒 一个坐着 坐着的那个双眼直直地看向门口 我心中顿时一突 手中的刀差点飞砍过去 但定睛一看 那人眼神却毫无神采 双臂被绳子复着高高举起 身上不着寸驴 犹如一个人偶 是个女人 我轻巧地走进去 眼上门 踏过一地散落的衣衫 站在床边 那女人抬起头 眼中浑浊 同人灰白 已是瞎了 充满砧板鲜血 我随手扯过一把帘子 遮住她遍体的伤痕 然后开始肝正式 先把刘少爷拖下床 那女人却如梦初醒似的 突然挣扎起来 发出呵呵的气声 我皱眉看过去 别吵 实在不想解决你啊 女人空洞的眼中 却流出血泪 短促 嘶哑 含混的声音 从她不剩一颗牙的 黑洞洞的嘴里发出 杀 我 死 我 死 米安我下的剂量大 现在空气里还充斥着 药物的气味 我提前吃了解药 又结结实实的 用湿布捂住口鼻 才敢在此停留 她却是痛得无法昏过去 求 我扔下刘少爷 上前一步 跪在床眼 刀锋抵在她喉间 离得近了 能看见她手筋已被挑断 亲手复仇都不难忘 不知她听不听得到 我凑近她耳边 一点点痛 别怕 她却眉头舒展 嘴角微微上扬 闭上眼 一刀锋喉 我割开她手上的绳索 将她缓缓放平 睡吧 愿你在沉眠的梦乡里 永别伤痛 手起刀落 我熟练地把陈少爷料理好 掏出才刻好的萝卜章 盖个戳 可以出栏了 然后目光看向姑爷 姑爷 梁金玉 走好 我抬手 屠刀锋芒毕露 我劝你 最好别这么做 门外突然想起一道低沉的男生 我心中一惊 将手中屠刀握紧 点着脚 轻轻走到门边 拉开一道缝隙 就见院落中 站着一个头树玉冠 身着悬衣的男人 他站得离门不近不远 昏黑的夜色里 他仿佛融进了黑暗 我掂量着跟他的距离 算涂刀飞出去 能不能砍死他 有点难 现在收手 我可以捣你一命 那男人倒是气定神险 不知从哪掏出一把折扇 啪的打开 女气里还带着点笑意 姑爷对不起 误会你了 这位才是strong 我还是没言语 那人便走近两步 头微微歪着 从门缝里看我 折扇遮了他半边脸 只露出一双黑山白水般的笑眼 女侠成恶扬善 某字当未清分忧 成恶扬善 我嘴角扬起一抹笑 我又不是菩萨 没那么多善心 我这是为了我自己啊 我猛地推开门冲了出去 屠刀高高举起 重重落下 却被折扇挡住 当了一声碰撞 竟发出了金歌之声 我警惕的后退 好沉的力道 那人感慨 甩了甩手腕 将折扇收回袖间 你放梁金玉一命 我会将所有罪名 都栽在他头上 你留一身清白 他也会对绳之以法 否则这么轻易的就死了 情势便宜了他 他轻声慢语 倒是调理清晰 我想了想 眯起眼 然后呢 你就拿住了我的把柄 想让我当狗 算了吧 我觉得灭口似乎更容易 他笑咪咪 是是 我猛冲上去 三招后 我扑通跪地 以老实 求放过 这个世界上竟然真有武功啊 我跪在男人身前 刀已落地 男人伸手扶上我的脸 手指白皙 骨肉匀称 一看就过得很好 他轻轻擦去我脸上的血迹 笑道 清本家人 何至于灰刀造杀孽呢 我抬眼看他 这么近的距离 能看清这男的 长得还挺俊 我咧嘴一笑 我不杀人 人就要杀我 我就这一条命 杀一个狗板 杀两个不亏 十个人的血 已经将我整身衣服都染红 想必是满身杀气的 但他却毫不在意 把我脸上的血迹 擦到指尖后 抵在我唇上 他微用力 我顺从地张嘴 尝到了咸心 真变态呀 我漫无目的地想 若我留你这条命 你想干什么呢 他语气淡淡 我回过神 嘴里他的手指压住我的舌 我只能含混开口 你想我干什么 他似乎真的想了想 抽出手指 轻轻拍了拍我的头 然后促侠地弯了眼眸 给我当狗 我磨了磨后槽牙 他朗声大笑 越过我 往房间走去 一步 两步 我快速捡起刀 猛然转身 一个起跳 刀锋狠狠砍进他的后脖梗 磨得锋利的屠刀 卡在他的骨头里 我钻拳狠狠记在刀背 咔一声响 断骨 落头 我后退两步 急促地喘气 他的头颅砸在地上 转了一圈 刚好面对着我 俊俏的脸上笑意未消 最终凝固成了惊恶 我呸了一声 连带着唾液 吐出嘴里的血型 死变态 叫谁当狗呢 我喘人了气 提着屠刀往门口走 身后突然又传来一声佛号 我发了个白眼 无语地叹一口气 真是个热闹的夜晚啊 我转身 就见一个身着僧袍的和尚 低眉脸目 对着我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施主不要再造杀孽了 我握紧屠刀 眉梢一条 语气森然 你也想阻我 我打量着他 和尚 你会武功吗 贫僧归一二十载 曾是武僧出身 我嘴角一抽 是吗 我低头看了眼 脚下死的透透的男人 这人也会武功 但武功再高 也怕菜刀 何况我这可是 扎了不少人命的 屠刀 我猛冲过去 还没看清怎么回事 刀已经被夺去 刀脱手的瞬间 我脸都跟着绿了 这什么狗屁世界 我将了片刻 立即双手合十 语气诚恳 大师 您看我还有机会吗 我太想进步了 和尚摇头 将屠刀转了个像 用刀柄对着我 我试探地接过刀 刀柄落入手掌 我心里一松 我攥紧刀 想了想 可是大师 我杀过很多人 能被救赎吗 施主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我还是有些不安 紧紧咬着唇 那您会向官府 告发我吗 和尚终于抬眼 淡然的眸光 静静注视着我 似乎透过皮囊 只看见灵魂 我突然觉得几倍发凉 施主是方外之人 红尘律法 与施主无碍 我一惊 目光顿时冷力 你 您 这是什么意思 十五月圆之夜 沉浆归尘 土浆归土 施主 切莫在沾染夜之果报 我哑然 好一会儿才找回声音 十五月圆之夜 我就能回家了 是吗 我如是重负地松了口气 浅浅一笑 终于能回家了呀 我还挺想我爸妈的 我俯身把刀轻轻放在地上 双手合十 多谢大师解惑 一脚踏出院门 我才终于尝出了口气 那死突驴压迫感太强了 没能杀成梁金玉 恐怕又是火端 我皱着眉 把血衣脱下 回两国公府的时候 路过菜市场 顺手又顺了把杀猪刀 夜深人静 我鬼混回来了 第二天一早 我被府里闹痛的声音吵醒 揉了揉发酸的手臂 穿衣起床 就听到丫鬟婆子惊慌的声音 叫唤着天要他了 我推门出去 抬头往上望了望 蓝天白云 晴空万里 这不是好好的吗 我摇头 丑流吃瓜的好位置蹲下 冷眼看着 府里来了许多官兵 大肆搜了一通 最终搜出了 施虐刑剧若干 血衣碎片若干 血围裙碎片若干 然后又轰轰烈烈的走了 姑爷彻夜未归 我留在院子里的屠刀 想必也成了证据吧 府里乱成一团 恐怕京城已经传遍了 梁金玉就是花屠夫 若那和尚不再多管闲事 再有半月就是十五 我还能剩点时间动手 我默默等了七天 等来了姑爷快回来了的消息 不知道死在院子里的 那个无关的男人 是什么身份 只听说朝堂震了震 然后各党派快速地分割了利益 统一方向 又滴溜出了一个花屠夫 很快伏法 而梁金玉亦是受害者 我只是个深院里的奴婢 朝堂之事离我太过遥远 我只知道 姑爷要回来了 厨房里忙上忙下 特地做了去晦气的斋饭 为姑爷爱夜熏香 接风洗尘 得益于这一遭忙乱 我又开始在厨房帮工 饭菜接连出锅 蒙汉药 我是一盘没漏放 酒足饭饱后 府里渐渐熄了灯 又是夜黑 风高 不过姑爷被关了这些天 想来受了不少苦楚 一回家就急着要泄火 我还没去找他 他倒先来找我了 真是赶着去投拍啊 梁金玉一踏进房门 就斜着一股风雨欲来之势 我点了一斗灯火 在门口迎他 没叫养的东西 还不跪下 他身阴阴冷 上来就要踹我 我惯他这臭毛病 当即侧身躲过 他一脚踏空 人直接闪进来 接连猎气几下 终于头朝下栽倒在地 身胶肉跪得一时半会儿 竟爬不起来 只能在地上不停哼哼 我关上房门 抽出裤腰带上 别着的磨刀石 罩着他的脑袋 狠狠砸下 梁金玉闷哼一声 双眼一番 晕了过去 我这人心术不正 好杀人 但奇怪的是 我并不爱虐生 从前杀猪 我手起刀落 从不故意 让猪感受到多余的痛苦 但眼下 我突然想虐生了 我拿过绳索 将昏迷的梁金玉 撂到桌子上 将他和桌面 绑了个结结实实 塞上口球 狠狠勒住嘴 他在狱中应是遭了罪 身上脸上 都有不少未遇的伤痕和亲子 我拿着刀 在他身上笔划 正考虑着从何处下手 他净醒了 看到雪亮的刀锋 两眼一番 又昏过去了 我择了一声 开始在他身上开口子 刚搁第一下 他又醒了 还挺敏感 我冲他笑了笑 他瞪着眼睛 目自欲裂 狠狠呜呜的 似乎想要说什么 我点头 没错 我就是那个花屠夫 我一边动刀 一边跟他闲聊 别哼唧了 我没兴趣听你说话 你要是想忏悔 就到那边 去找那13个姑娘忏悔 你要是想威胁 哈哈 我干活麻利 刀痕排列整齐 身可见骨 最后 我拿一根布条 遮住他布满血丝的双眼 在他身边蹲下 屋里很静 古代的夜晚 没有声光电的干扰 真的很安静 去 我在他耳边轻声说 别哼紧 静下心 听 他身体不断发抖 却下意识平住了呼吸 听到水滴的声音了吗 那是你身体里的血 流到了桌子上 然后滴在地上的声音 你猜 这血要滴多久 你才会死呢 他突然剧烈挣扎了起来 我按住他的肩 看他额头青筋抱起 看他眼睛上的布条 求出血来 悠悠开口 我要走了 去找夫人 去找小少爷 我这人喜欢团圆 会让你们一起上路的 不再理会 桌上越来越弱的挣扎 我踏出屋子 关门 啰索 月亮的青灰 撒在我身上 将衣服上的血迹 罩得鲜毫避现 我低头看了看 持刀的手 满是血腥的手 其实他们与我 并没有什么仇怨 但我却要杀人全家 我这人 果然心术不正啊 我晃晃悠悠来到了正房 蒙汉要下的剂量不重 但除了别有用心的姑爷 这回连守夜的丫鬟也睡沉了 我先给众人补上 几口泥烟 接着推门进入房内 小姐正熟睡 我驾轻就熟的将她绑好 然后一盆水泼醒了她 小姐自睡梦中惊醒 张口就要叫喊 我单手捂住她的嘴 刀锋抵在她脖子上 小姐别叫 我是姑爷 她恐惧的看着我 瑟瑟发抖 我注视着她的眼睛 那里面只有纯粹的恐惧 我突然就失了兴趣 小姐啊小姐 你简直就像个假人 或者说某种规矩的化身 你让我连想杀你的欲望都没有了 我放开手 她张嘴就想叫 啪 一巴掌把她的叫声扇回了嘴里 我握了握拳 掌心发麻 你想快点死 我也可以成全你 她吓得嘴唇清白 脸却紫红一片 并且快速肿胀起来 我在她旁边坐下 却突然听到细细的水流声 一正之下 顺着看过去 却见小姐哭腿如湿的一片 竟是吓得失禁了 我挑眉 刀锋缓缓缓划过她的脸颊 小姐 你这成何体统啊 她哭出声来 小翠 我不是小翠哦 我把你叫醒 她只是冷眼旁观 为虎作娼 她从不动手 却主动递上一把又一把尖刀 四项无辜又无助的女孩 她不过是排方的划身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掏出魔刀时 将屠刀往上一划 四 擦 刀上亮起一道火花 我在这一闪而过的火花中 仰起笑脸 放心 我已经是个熟练工了 小姐爱美 保准给你码得整整齐齐 我拿着萝卜张正辛苦工作 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尖叫 吓得我张都差点掉了 那声音因为过于恐惧而失了音色 听不出是男是女 我立刻提起刀 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冲去 是听方阁 正跑着 渐渐听到前方急促杂乱的脚步声 我脚步一顿 左右看了看 在跃动门旁猫下腰 趁那人慌忙奔来 我悄悄伸出一只脚 他击 来人狠狠摔在地上 只摔出了三不远 竟是梁金玉和颜指善唯一的儿子 这个梁府迪出的小少爷 从小就宠上了天 要星星不给月亮的 今年刚十岁 已经长得人高马大 真好 主动送上门来 也省得我去找他了 我走上前去 掐住他后脖梗 整个人坐在他身上 将人死死按住 你从听方阁来 我拽着他的头发 将他的喉咙搁在刀上 你敢伤我 我爹会让你死无全尸 刀身映照出他的眼睛 小小年纪 眼中却藏着十分的狠毒 你爹 我想了想 这会儿都该凉透了吧 你不是因为看见了他的尸体 才吓得尖叫吗 小少爷身体一叫 张嘴就要叫喊 我手中刀一紧 必时就要用力 但不知哪里来的小狮子 一下弹开了刀锋 我手上一麻 最终只片下了一块肉 血流如注 小少爷哭叫起来 府里隐隐有了人声 似乎是被吵醒了 我冷冷看过去 又是那死秃驴 施主 你已身负重重业障 质子何姑 收手吧 我咬了咬后槽牙 质子何姑 这小兔崽子 三岁踢猫 五岁杀狗 七岁就知道骚扰丫鬟 十岁跟他爹一起 信念一娘 现在就敢作威作福 因为他说 我不想要一个智障妹妹 到时候还有谁能管得住他 大师 你今日让我收手 他日落他再造杀孽 你能背得起那些 枉死的人命吗 还是说 大师您觉得女人的命 就是草芥呢 和尚双目紧闭 长叹一声 阿弥陀佛 我目光冷立 依然看着他 但手已经捂住了小少爷的嘴 正要摸刀 和尚又出言阻止 质子年幼 未来并非定局 好 我松开手 小少爷立即又尖叫起来 我狠狠一耳光扇过去 别你跌得豪了 耳朵终于清静下来 我掐着小少爷的脖子 把他提柜起来 捡起刀 摆在他面前 又从衣服口袋里 拿出一块糖 也摆在他面前 小子 有大师做宝 我给你一个选择 你要糖 那就是要跟我结仇 你要糖 那就当我们和解了 选吧 小少爷忍疼忍地瑟瑟发抖 目光在刀和糖之间不断徘徊 最终颤抖的手拿起了糖 我点头 捡起了刀 一把捅进他肚子里 施主 这一刀来得猝不及防 和尚想要阻止 已是不及 他急切地上前几步 最终还是停下 深深地叹息 我面无表情地拔出刀 小少爷喷出一口血 倒了下去 你 你 他死死盯着我 眼中尽是怨恨 死不瞑目 我随手甩了下刀上的血 看向和尚 人我杀了 怎么样 你打死我 和尚摇头 施主来自御外 贫僧不会与你动手 只是施主杀心太重 日后恐不会有好下场 我一笑 咒我呀 他已有了选择 而你不久将离开 何必 大师 我杀他就是因为他选了躺 杀父杀母之仇 他都能为了活命 跟我和解 这证明 死子城府极深 断不可留 若他选了刀呢 身怀戾气 杀心自弃 他若选了刀 就是要向我复仇 自然断不可留 和尚沉默了 好半天 中间的火光 眼中似乎看到了 霓虹灯闪烁 那是属于现代的光景 与大师的结论相反 我也思考过 明明我只是个杀猪将 为什么我会来到这里 大师 你让我不要再沾染夜暴 但实际上 我已经身在这因果夜暴里了 如何跳出这份因果 我只能想到杀 以杀只杀 杀生为护生 我这正是在斩夜 非斩人啊大师 我长笑一声 翻身跳出围墙 月圆如盘 李三勇 回家过年啦